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波人士其实让大家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就是很多很特殊的人他通通入阁了 譬如柯建民过去的助理 现在在行政院当护秘书长 这次接劳动部的部长 那当然卫福部长大家都熟悉的就是邱太妍 过去是议事公共会前年会的理事长 那客委会是也是台南帮的 谷秀辉以前在台南市当客委会主委 那大家看哇 赖清德或者佐隆泰这波到底要表现什么 当然因为前面很多人都被骂 难看 这个难看就是说第一个年纪老 第二个台南帮的多 第三个新潮流的多 那大家可以看就对赖清德只有40%选票的人来讲 他的冲击其实是蛮大的 那他后面想做一些修改啊 因为我们知道 520即将到了 那 现在当然世界的局势或台海的局势 对台湾来讲都不是有利嘛 你看台积电办一个法说会 昨天办个法说会 今天 在股市是一个怎么样情况 大家看 比昨天的大雷仪更恐怖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台积电明明有很多利多啊 可是这些利多 你只要细细的把它想一下台湾的因素 台积电用的电跟用的水 那在台湾都是非常高的 最最多的最高的区业啊 可以讲 那 台积电现在被限收在一个情况下就是 因为他要进入的那些国家 他的产品要进入的那些国家 现在都慢慢的要求说 你必须要符合环保 碳足迹 要少 你将来用的水 要用回收水 你不能用天然的水 这个是环保概念 回收水的成本比较高嘛 你自然的水成本低 可是水不够的话 自然有的水是要用回收 那你用的电要利电 利电就贵嘛 所以台积电的成本就会增加很多 那虽然 大家看喔 其实很多话喔 你现在慢慢很多事情就会浮现了 我们现在 很多事情你要过几天浮现 就好像小总讲新闻 我告诉你说 明年会怎么样 这次的选举会怎么样 很多人也不相信我啦 我老实讲 不相信我的人也不少 但是最后 我讲对的 太多太多了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讲对 但我讲对的太多太多 比其他名嘴高出太多了啦 大家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但是 我也不是讲说自己多厉害 因为我们跑新闻 有些东西 有些研判 我们当这一行 不是只是在评论说 现在事情发生了 然后你再来评 而是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告诉你未来会怎么样啊 好 那这一次 我们正如 或者台地点有些事情 讲的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对不对 这两个礼拜 对台湾 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大概他讲说 当然是地震啊 0403 大地震啊 是没有错啊 0403大地震 那时候经济部长出来讲 你看 台电出来讲 你看 过去921 前省很多电网都断掉了 这次没有 我们供电都正常啊 对不对 供电很正常你看 可见蔡政府的人员政策是成功的 有没有 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呢 然后现在呢 现在这几天开始 到处在停电断电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 哪些东西有损 是不是 是不是开始了 是啊 所以大家看啊 16号 开始 桃园 停电 17 又是桃园 18就是昨天 也是桃园中立嘛 那一代 都停 联系三天 连桃园市长张善政 都开骂了 张善政你平常看他怎么在骂人 他当过行政院长耶 他说你人员政策搞成这样 我们桃园 也是个用电的一个重镇 因为工业多嘛 很多新的科技也在这里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那你这样怎么会公平呢 那当然网路上很多人讲 因为他是蓝营执政的先是 故意二诊他 我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 但是我告诉各位 那你 不是说不会 用电不会有问题吗 蔡英文的保证 那些人保证 周天晚上 东西大停电啊 那 大家看了很多人就其实非常气啊 因为那边晚上很多商家 最主要是吃的 有些店我还常去啊 结果吃到一半没电了 各位 大安路那一带啊 那大家 大家也知道大安路是算一条很 很多次的晚上也很热闹的路 你可以看到 东西 这边的大停电啊 那停电 你 球也高奶奶也没用 这就是一个他店的情况 各位 可重要是怎么样 台积电的法说会 昨天怎么讲 因为地震我们有受损 我们认赔 30亿 前阵子讲不是这样啊 前阵子讲说我们迅速恢复 可见台湾 半导体有多么 丰富的经验 或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讲说 就台积电的财力来讲 这30亿算不了什么 可是他是台积电 是业界最顶尖的 业界那些 在台积电后面排名的那些 精密电子工业 他们的损伤会多大 通通还没讲啊 各位通通还没讲 你有没有想到 台积电是前台湾最怕地震的 一家企业 因为他做的东西太精密 太精密了 你稍稍有一个毫离之差 那个东西就是报费 那报费你知道一个经年多少钱 知道嘛 大致上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做的整个防震的那个 是非常非常的 严密啊 那后面那些刺激他的那些到现在没有 一家讲说我们在 地震以后我们有什么损害啊 台积电 他昨天 法收费 他毕竟要比较诚实 要把他的 财务 做一些说明嘛 认赔30万 受损30 30 30亿 那大家一听 哇不得了了 很多人可能想法会跟小董一样 那其他那些 防地震 的系数 的人耐 都不如台积电的 强口99.999的那些企业 他们都不讲话耶 他们可能没有受损嘛 他们一定灾情严重不敢讲啊 对不对 一定不敢讲 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收费 他没有必要对外讲 法收费必须对外公开说明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都在讲鬼话 讲谎话 那这一波 大地震以后 他们讲的多么天花乱醉啊 其实 他们基层啊 都接到了台积电 台电啊 那时候的中央啊 就说准备做断电 分期限电的准备 每个期都收到了 经历部长不知道啊 我们都很稳 昨天立法院 张家敬立委 他是引领的 他是国民党的不分期 下一次要选引领县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秀出来 给经济部长看 这是你们的简信啊 当然有人传简信给他嘛 说我们基层已经接到了 我们台电中央要求我们 准备做分期限电的准备 秀出来王美花 哑口无言啊 他们本来 王美花讲的 台电也跟他讲嘛 台电其实是最无辜的 国务世界我最喜欢的 是台电啊 大家也很清楚 我过去跑 为什么因为我过去 对他们的很多主张 我都全力支持 全力认同 包括盖核式用核电 三十几年来我没有变啊 大家都很清楚 那台电 当然他的基层也很清楚 你要有稳定的电力 一定要用核电嘛 核电是安全的 大家讲 哎呀他哪里不安全 都怎么样 请问一下 这次大地震 核电厂有受损吗 没有耶 完全豪华无伤 有伤的是什么 火力 对不对 大潭明潭 四个机组啊 大家看到 那天差点大停电 不就是这四个机组吗 少了一百 八十二万千瓦吗 对不对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是 那当然水利电厂更不用讲了 和平嘛 因为我们知道中恒那边道路受损 要进入花莲那边就是 那时候要救灾很困难就这样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 我们经过一个地震的话 发现 有多少人没有讲真话 那你最后很多东西就图穷比线了 现在没有讲真话 很多企业 他受损了 他受损的情况 最后 你慢慢总是要还的嘛 所以大家看 一波借一波 很多东西就慢慢来啊 下一个季节是谷雨啊 谷雨下来就要下大雨啊 所以南部 都很缺水 已经切到不得了了 南部啊 台南有水库啊 都已经 一击一击 一直没办法去清 没办法去清怎么办 就一直堆积 原来水库的容量已经剩四分之一了 你将来即使水板也不够只能 原来规划 的四分之一 你一个杯子 上面放了一堆沙子 你本来一杯500cc 现在剩125cc 容量就变这样 大家想想他的道理 所以我们台湾会不会缺水 会缺水 我们台湾一量少吗 一量多 可是我们是全世界18个缺水的国家 这真的好笑耶 非常好笑啊 各位我们怎么会缺水 不会啊 把它拦住就好 啊拦不住啊 啊因为水库一直移基啊 啊 那这种 过去都会归罪说 啊烂肯烂建 其实 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啊 但最主要是因为 气候变迁 然后地震频繁 地震摇一摇 等一下下个雨 请问一下这些沙子 它本来是硬的嘛 现在土都被松了 下个雨 这些沙子就流了 要雨更大的话 就变土石流 本来以前都不会土石流 现在为什么会 因为整个山都被摇松了嘛 你说那个山很坚硬 全世界最坚硬的东西 比得上地震吗 地震是 地球内心的东西 它在摇动地球啊 你一个山算什么 各位你要想这个概念嘛 那 小雨 或者吹个风 这个沙 因为它 松了嘛 它就到河川 河川流到 水库 水库就一路一击一击 所以全台湾最好的水库 是翡翠水库 连翡翠水库都 都要清你知道吗 翡翠水库因为我常去啊 我最清楚 它常清 要清就是我要把里面的沙子 把它掏 掏出来 我要让它过深 各位 回车水库是个模范水库 它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台北市政府 它有一套系统 它有一个很好的管理 历年来回车水库 非常多的 管理局的机场 跟我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们就去看 它就一直给我看 诶诶诶诶 董哥我告诉你 这怎样怎样 所以我对回车水库的 那个是非常熟悉啊 不过很多人常讲 诶我们喝回车水库的水 我告诉你 回车水库平常很少 再提供水给大家喝啊 我们从 回车水库的上游 它其实有两条溪啊 一条叫北市溪 一条叫南市溪啊 我们平常喝的水 是南市溪的水 南市溪的水 没有进入回车水库 回车水库最主要是用北市溪的水 它就储存 储存 那平常喝南市 因为南市溪的水 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回车水库周遭 我们都把它类为 禁建了 当然有些人也是会 脱池布啦 譬如蔡英文的家族 把他爸爸的墓 葬在清潭眼的上望 那就 这个有点不道德啦 我真的讲 这有点不道德 这边 本来都有住老百姓 都强迫牵出 因为你们老百姓 会污染这里 为什么 你老百姓 人会制造污染垃圾 对不对 你要大小便 这东西 我要做水库啊 强迫 强迫 强迫把它牵走 那边好几个村庄被牵走 为了做毁坠水库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集水期喔 集水期就是 很多山 很多那个 这个叫集水期 雨下了以后 当然它会 这块 这个山的土会先吸收 等它吸收把完以后 剩下的水 它会流向水库了 对不对 因为满了嘛 它吃不下了嘛 这就叫集水期啊 集水期有303平方公里 各位我我刚所讲这东西 我完全不必堪认了资料 我这几年也没有去什么Google Yahoo搜行看毁坠水库相关资料 因为我很熟悉 我敢讲啊 那些资料有没有改变 如果有改变 证明小董 的记忆是真的 但是资料已经改变了 但我也不相信 会有什么太大改变了 303平方公里 然后流到毁坠水库 那平常我们喝的是 南四溪的水 南四溪的水直接提供 然后到各个净水厂 就提供给大家喝 它非常干净 也是优等的可以 那种矿泉水等级的啦 台湾的矿泉水很多都是假 这矿泉水 那如果南四溪水比较干的时候 就开始提供水库 北四溪的水 简单讲就这样 好那我讲 在台湾 我们现在切水切电这么严重 请大家台积电有办法吗 台南 台南四有六个水库 这些水库 的细水量都很少 那他们要提供周遭的 比如台南离北 他提供 就是嘉义的一部分 那 因为台南有比较 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嘛 过去台南县嘛 那也要提供高雄 高雄很多水是从南化水库过去的 各位朋友 那这个水过去当然你就在挖管 那挖管就会比较不稳定 就大家记得那时候八八风灾就在讨论 为什么那些管线 是不是有造成了一些山崩的那些影响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 因为你经过开挖了嘛 但是要讲的也不止这个 要讲的是其实高雄也是大缺水的地方 现在南部都在缺水 台南高雄 那高雄不是台积电要过去吗 是 嘉义不是台积电也要过去吗 封装厂啊 是 那嘉义的水从哪里来 从银林 水利署说从银林 银林说我们在争取台积电 台积电工厂不来 要用我们的水 我们这个水本来就要准备用来做台积电 在银林设的 你这个吃人够够嘛 银林 国民党张立善执政 嘉义 翁张良民进党执政 天底下是这样吗 你怎么会公平 张立善开骂以后 民进党的立委刘建国会开骂 我刘建国 他的声音比较微露 为什么因为他是政国会 政国会现在在被 赖清德修理的体悟完乎啊 选举期间 新北市知名度最高的民进党立委是一天嘛 一天每次去站台去告诉 每次碰到赖清德都说 要把我列入不分期 每次见面都讲都公开讲 站在台上都讲 赖清德不理他 一天没有列入不分期 不分期 里面没有政国会 只有一个游錫坤 政国会精神领袖 可是他当选那天他就辞了 因为他没有当到院长嘛 那他们说游錫坤不算政国会 他是精神领袖而已 那游錫坤无论如何 游錫坤也没有了 现在民进党不分期里面 一席政国会的都没有 每一个派系都有 只有政国会没有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 你赖清德当总统 你是专门来修理政国会嘛 对不对 赖清德前台湾最讨厌的人 叫陈廷辉啦 那因为他过去当市长 他认为陈廷辉在议会 背格他嘛 然后一路两个不合了20年 然后赖清德后来 他当市长他支持的议长 照讲民进党够办没问题 结果跑票啊 带头跑票是陈廷辉的妹妹 跟着大概跑了六票 他们去支持陈廷辉的好朋友 郭信良 结果郭信良当选了 郭信良就是上届的议会 就郭信良就当选了 赖清德是气得 气得很生气 非常生气 陈廷辉的妹妹 当议员既然带罪跑票 郭信良当选以后 哇 赖清德跟陈廷辉跟这四同水火 那最后当然 到地方有一些地方 他去巡视 他眼中是装作没有看到你 不打招呼 没看到你 通通没有 他是非常气 陈廷辉本来 六年前要选台南市长 赖清德想积极拉抬自己的子弟兵 林进县 可是林进县那时候才刚当选立委 你知道部署 选县长大概一年 一年半以上要开始有一些动作 说我要选选市长 对不对 要选 那林进县才刚当选 他不敢这样讲 所以他们就离浪黄伟哲 黄伟哲是这样当选的 那黄伟哲出来他觉得他比较肉 黄伟哲是个老实人 可是他 他又没有很明显的派系啊 那新潮流当然 赖清德新潮流田医挺他 所以他那一届显得很勉强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出来显 所以他的显票就比他少 他想说你看他才百分之三十八就当显了 那时候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当然啊 台南基本上还是立营的基本盘 立营大概有六十几啊 那可以看到 这一次赖清德当了总统 他劫不相让 一定要林进县代表民进县选台南市长 这是他子弟兵嘛艾将 那他的另外一个艾将是郭郭文 所以郭郭文说 我这次要选台南市党部主委 我要来扶走我的师兄 林进县 简单讲就这样 那这是我师父 赖清德的交代 所以他们是这样 那陈廷辉结束我部署这么久了 他本来六年前他就要选了 他接赖清德后面选 赖清德就偏偏不给他选 大家很清楚吧 那时候赖清德的是什么组 他是行政院长 他台南市长没当完绕跑 去当行政院长 所以他怎么可能把资源 怎么把人耐都给你呢 所以可以看到了 陈廷辉失智交配 又等了八年该轮到我了吧 赖清德当然不愿意给他 太可恶了 你当年配合郭信良来欺负我 郭信良绰号很欧兵的嘛 所以这次民党又怕有人跑票 议长邱利利只好去买票 被抓到了 这是民党非常狼狈很难看的 等一下回来继续讲 欢迎小董真心话 所以我刚上一段在讲 赖清德现在的问题 那当然赖清德当总统以后 他第一个面对的 就是整个台海 台海他还是一样交给美国 所以他用了完全是 蔡英文的国安人马 连孤立雄都去干国王部长 那大家可以看 吴钊燮回到 原来他当过的国安会秘书长 然后国安局长 还是用原来的 没有编换 那这些再加上外交部长 用蔡英文的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林家龙当然是政国会的掌门人啊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安排是为了让美国人放心 说我维持蔡英文的那个不便 我们全力拥抱你 我们跟中国大陆是对抗的 他用对抗的 那国民党认为我要有路啊 对不对 我跟中国大陆 我不要剑拔如张啊 所以国民党 马上就马上就马上就负与这样的意义 那当然党中央不一定很认同啊 现在坊间在谈论了 除了护军局要带一堆立委 25号到28号 邀去北京 被骂个半死啊 连我都骂 实际不对嘛 但是 现在坊间在讨论的是 那朱立伦什么时候去跟习近平会变啊 主席二位啊 朱立伦过去当党主席的时候 跟习近平会过变 可是这一次在选举后 如果再会变的话 他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那现在当然很多人在讲 哎呀 他们也要邀韩国医 邀王金平每个都邀了 中国大陆他是这样 他其实他觉得 你对我没有那么深敌意的人 我都会 都会释出一些善意 邀王 然后让你来看一看 嗯 那他其实最希望说 台湾人民去大陆看一看 你尽量去看 没关系 我们随你看 啊 因为台湾人喔 有三分之二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就听信民进党 所掌控的百分之九十的媒体 还有网络 那中国大陆的进步已经毁于所思了 民进党为什么要阻碍你这一人 或者去每天去编一些谎话 他怕你看到 真正的中国大陆 你如果说花个两三万块 你自己随处去走 譬如说你到金门 买一张去做会机到金门 买一张票 直接进入夏门 那夏门你就到夏门机场 你随便挑一个地方说我要去 你不必听任何人指示 你心中想说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对不对 找一个小的城 小的二三级的城市也没关系 你不一定要去上海北京 对不对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二三线城市的 比如说我喜欢吃 牛肉面 那你就去兰州嘛 兰州在哪里 甘肃嘛 那我要去壮阔的西北 可以嘛 对不对 或者你说我想去看一些西南 有歹族的西双版纳 纳西族的鲁姑湖 你也可以往银南 昆明这边走 就算你可以自己随便走 你随便走自己随便看 你随便走自己随便看 看中国大陆在购什么样的生活 你看他的城市跟他的乡村 看他用3C的普遍 当然也要提醒你 因为他有些地方 已经是用手机的那个支付 保在付啊 你很多地方 他都不太收现金了 那 那 当然多数还是收现金 但有些地方真的 真的他其实收现金 麻烦他要你用这个付比较 比较简单也不会 也不会去那边数钞票很麻烦 对不对 有些这样 那 为什么 他可以做到这样 你说啊共产嘛 共产 共产国家比较集钱 很多事情讲一讲 这个我也不会完全活认啊 因为他很多事情有效力 他的制度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他是 我们讲的那么落后吗 他如果那么落后 美国人何必每天来 找着他对干啊 因为他已经快超越美国了 简单讲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 台湾 稍稍有点脑袋的人 也知道这个道理 包括我们内阁所有的人 蔡英文政府所有的人 民进党的这些干部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不一定有那个知识嘛 他们很多跟民进党在那边 可是他会当到干部 也一定有某个知识程度 他们也都知道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要配合美国人才有好处啊 配合美国人有什么好处 美国人说你们台积电过来 我们就乖乖过去 不敢不去 他们说那你再去 你现在离我们还是很远 你再去日本 他要去日本设厂 各位可以看到 台积电在美国在日本设厂 都是美国人要求的啦 你知道吗 然后为了安慰台湾的人说 我们主体都在台湾 你在台湾 你没有水啊 台积电厂商自己要出来买水 如果水情很昆顿 你知道他们买 我们一度水 在台北市大概七八块 对不对 台北市水岸人豐培 回醉水库嘛 我们台湾自来水有两个系统 一个台北市 那台北市之外都叫 台北叫做 台北市自来水处 由他供应的 他也供应中永和新店那一带 因为很近嘛 回醉水库出来嘛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完全由 台湾省自来水公司供应 简单只有这两个系统 那那个比较贵 所以你台北市跟新北市 或者其他的桃园或什么 水的价格是不一样 大概十块钱左右 那如果没有水了 没有水 你要到河流去债水啊 台积电自己 哦要去债水 要请人家去债啊 一度店买多少 哦一度水买多少 你知道吗 六百块 六百块 啊六百块 你刚讲 小丑你讲自来水 我们自来水品质 比台积电债来的水品质好太多了 那没办法 那我是高科技 我不能那个啊 六百块去买一度 一吨的水啊 一度就是一吨啊 各位讲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水平水常常不够啊 所以他要跟农业 用水来抢电 来抢水啊 那农业的水 农业水 你如果去抢农品就不开心了 很多 很多名义代表就出来嘛 为什么抢我们水 是 可是 农业的水重要 还是台积电水重要 你如果有国家的发展来讲 当然是台积电啊 农业水你就叫他修根 不要不要用了啦 补贴你啊 对不对 一甲地 补贴你八万块 你不要更重了 今年你 告诉这老农业 你这两甲地 今年不要重了 回家睡觉 给你十六万 因为我们 台积电需要水 各位简单讲 我们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啊 那可以看到了 在台湾喔 有时候讲 很多情况 你把它摊开以后 会发现 在台湾很多事情是 没有答案的啦 因为我们都是政治嘛 所以 我说赖清德现在面临了 一些问题 虽然 他今天公布了 彭启明啦 何佩山啦 这些人 那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波嘛 他总共要分五波来公布 那我们看到了 对赖清德来讲 他面临的处境是非常的困难啊 好 那我讲喔 我昨天看一个新闻 其实很有感慨啊 民进党新北市有个 艺人叫丘庭卫 亭亭亦的亭 女子旁在一个 这个古亭区的亭 卫呢 吵字头在一个中卫上卫 我们当兵有中卫上卫 少卫嘛 丘庭卫 丘庭卫 本身是比较接近苏系啊 苏贞昌这个系统 他是艺人啊 他弟弟骑摩托 联系两天都被警方开罚单啊 他很气啊 就把三重分级长 交通组的组长 找到办公室来跟我解释 当然 这种新闻大概不会做大啦 不会做大 你可以想做议员 但他的直辖是市议员嘛 如果是台北市的 比如说如果是 游淑会 或者哪一个台北市议员 比如说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嘛 侯万亭啦 张诗刚啦 对不对 或者我们 那个 大安文山这里 耿卫啊 他们都很优秀 那 钟培金 我们TVS的 或者是他们这样的话 新闻一定做很大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 新闻做大做小跟这个有关 当然有关啊 因为台湾媒体 百分之九十四平常在掌控 你知道吗 那这就很好笑 小董我也常被开华丹 各位我不瞒你说啊 我有时候会违规停车啊 有时候会赶路 会 会违规 会走 会看 这车道 进行计车道 车道没人 我们要赶着去 你就 稍稍跨越了 一那个就有人捡取 我也碰过啊 我们乖乖去缴钱啊 怎么办 对不对 你就 你就 怕到进行机车道嘛 就会这样 那他的地底 有两张罚单 一张没有 两段式左转 两段式左转 现在台南很多地方要取消啊 台南因为 人口比较少 台北跟新北人口多 你不这样的话 人口多车子都 会危险啊 两段式左转 其实在为机车族保命 我讲的 减少交通的 我自己机车族 我觉得不方便 但我觉得 他的道理在这里 那时候台北市要推动这个 我也很熟悉啊 这个是一个新的 以前没有这样做的 那他弟弟这样被开了 第二次被开 他停在公车站旁边 那公车站那是不能停的 你骑车经过 压过哪些地方 是没什么关系 你一停下来的话 就违规 那比 譬如说 有些地方 他是禁忌啊 比如消防栓前面 你是不能停车了 对不对 任何人停不准 那转角的地方不能停 那并排停 也不行 并排是很严重 你就都占了 人家一个车道嘛 我讲他有些东西 是非常严苛的 他就是这两个 要交通组绝师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 民众齐谋 机车违规 你要先欠倒嘛 欠倒不停才开华单 各位朋友 那还要 那还要执行什么交通 那我们每个人 像我们这种刁民 我们就会故意让你来欠倒嘛 欠倒以后 他说是是是 警察别别谢谢你 就走了 我不用别开华单 因为你要先欠倒我 表示我可以违规一次嘛 那交通大乱了 不用讲 等一下马上回来 那各位朋友 下一个礼拜有好几个暴雨 那 现在以现在看的气象图啊 大概不会 不怎么会流到南部啊 大概都在北部 大家知道昨天 北北基这边的一场大椅啊 很多人你不管穿什么 拿伞都湿了 都湿了 膝盖以下大概 绝对湿了 就大到那种地步 那真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 小淹水啊 但是就退了啊 因为他没有下非常久 如果下非常久 他就来不及排了啊 这个水的概念就是要来得及排 所以小董 昨天在节目上 我讲专业的 非常专业 为什么因为我过去 长期就在跑这个 那水要排放 现在全世界讨论 讨论淹水不是在讨论 我们是在讨论都拜啊 都很清楚 阿拉伯国家都会淹水 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缺水嘛 你就没有 排水下水道那种概念 就觉得那个多余的 我不必做 做这些 施做这些工程 其实任何一座城市都需要 因为地球的变化已经很大了 那台海的变化也很大了 国际的变化也很大了 我讲的 是啊 你要解决以色列 因为现在全世界第二场战争 是以色列在打 哈马斯 然后就 人家讲说哈马斯 因为他们最主要是希望 巴勒斯坦要独立解决 现在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国家 他只是一个政府 那联合国就表决 表决当然就被伙劫了 伙劫当然是美国人 美国人恨不得你有动乱 嘴巴在这样讲 你有动乱 以色列拼命打 美国拼命卖武器给他 拼命赚钱 死的是哈马斯 美国人又每天要讲 哎呀不要打了 怎么样 全世界最无耻的畜生 就是美国人 其实那些人不是死在 以色列人的手上 是死在美国人手上 因为美国人提供武器嘛 那个武器 当然都是世界最好最精良的 所以美国是靠别人的生命 来发大财 简单讲 那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成一个国家 成一个国家的话 他在联合国就有花言钱 就可以去扶盆引办 大家来帮我讨公道嘛 就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这是昨天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美国一票火绝 常任理事国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 他已经影响到整个中东的极变不安 为什么 因为中东很多国家 同情哈马斯 哈马斯 当然很心狠手辣 比如说他去突然攻进以色列 抓了不少人质嘛 然后用很多火箭炮去攻击以色列嘛 因为他长期被以色列这样 所以他们在加沙走廊 现在就遭到很大攻击 这是大家所知道 这几个月来 世界上的第二场战争的极变嘛 俄乌战争 现在美国也是想说俄乌战争 没有把俄国人拖下水 没有造成他重大损害 因为他们对外讲一直是这样讲嘛 俄国一定会怎么样 经济怎么样 结果没有 俄国的GDP成长 超过欧盟 机械文这些国家 奇怪 因为还是有人会跟他买 煤石油 武器 或者其他的 粮食 他也是产粮食大国啊 那买的这些人 不一定是中国大陆 印度也在买啊 北韩也在买啊 那 他还提供很多给非洲国家 各位你可以看到 所以 世界上现在变两个世界 台湾也是变两个世界 台湾两个世界 就一个是钱贵的世界 民进党跟他支持的 他们是钱贵 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没事啊 就没事 议论也放过他 网路也不讲他 司法 也放他一码 我们碰到情况就这样 那你其他的人你是倒霉啊 对不对 其他人倒霉 没有也要把你弄到有啊 像马航九被告三百多个案子 大家讲说都乱告 是啊 可是有两个案子被检察官起诉啊 一个叫泄密案啊 一个叫山中案啊 泄密案 已经判决 确定马航九无罪了 那无罪你也要跑法院 跑好多年啊 山中案到现在 马航九都快卸任了 不马航九都 蔡英文都快卸任了 八年快卸任 表示马航九被折腾八年啊 对不对 从他 总统 一卸任就开始跑法院啊 各位讲就是这样 这我们现在台湾 司法有时候也很无奈 无奈什么 人家告啦 我不能不办啊 检察官说我不能不办 不办 但你可以看有些案子 他其实是可以贞结的 所以检察官 如果要升官 就赶快办南营的人 尤其办马航九 然后检察官如果起诉了 那就到法院 法院就非办不可了 因为检察官代表国家嘛 法官的案子就很多啊 法官案子操劳操个半死啊 有些法官 你看最近有个法官自杀 他想说 不是第一名的吗 第一名的法官 考试考第一名法官 人力应该很强 人力很强 案子办不完压力很大 然后很多政治的案子很难办 你办了就被这个骂被那个骂 对不对 所以他压力很大 各位朋友 1925 1995 这电话要打 你要自杀一定要想想 很多人关心你 包括你的家人 但是 我们整个政治 整个民进党搞的政治 把台湾整个社会都瘫痪了 司法瘫痪 媒体不公正 媒体不公正到几点了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你要监督我 我就把你关台 你要吹捧我的 我就送你一座电视台 净周刊办了净电视 他的背景大概就这样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所以立法院现在说你的净周刊 办了这家净电视 当然他是不同的两边人 可是最主导的当然都是裴尾嘛 裴尾过去当然跟我们非常熟悉 过去大家一起跑新闻嘛 他的抽号我们都叫他 撇大条 都叫他撇大条 那他当然有他的本事 可是 你如果媒体弄成这样的话 立法院也看不下去了 立法院成立了一个调业小组 净电视成立 为什么你NCC 很多构成 你都 你都故意再扶持他嘛 这个就不公道了 大家看 在台湾喔 国民党跟民党 这些年来轮流执政啊 可以这样讲 那民进党 因为这一次嫌疾沙卡都嘛 所以他又再度执政 选票百分之四十 这就是赖清德 他等于说 像马上九当八连 之前陈水扁当八连 那你要八连 换一次 结果这次没有换 民进党继续执政 那下一届国民党要 把赖清德拉下来 困难度也很高 为什么 因为多了一个柯文哲来分票嘛 撒卡都民进党有力 因为民党他的铁票比较稳固 国民党 没有什么铁票 国民党那铁票都在唬烂 国民党的铁票都在唬烂 什么深蓝那些 最没出息的 那些人嘴巴都很 他们 用最大的力道是来修理自己人 他们 叫他去攻击民党 去对民党怎么样 他们是毫无本事啊 我非常瞧不起 我周遭都是深蓝的 我非常瞧不起 我当他的面也这样讲 就你们就是嘴巴都在讲 但是 他们要对自己人苛刻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每天不用唬烂了 你连你 连你儿子跟你儿子 都没有办法叫他投票给国民党 你讲这鬼话 对不对 你养了这些儿子 每天给他那么多钱 每个月给他多少钱 他连一张票都不听你了 你还每天去要求国民党 哪个候选呢 应该怎么样 哎呀小董你应该怎么样 还来指导我要怎么讲啊 我最瞧不起 就这些深蓝的货色啊 真的 我不客气就这样讲 见多了啦 虽然我都很熟悉 很多老朋友 我现在跟他们也不太往来 看不起嘛 我真的看不起啊 每天一见一大堆 你有办法去争取 一张力赢的票 变成蓝赢了吗 没办法 中性显明你有办法去争取吧 没办法 这看了 很讨厌啊 懒得讲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台湾现在的变化很大 啊每个人自己要 要 自己心里要有个底了 你要有 要有个底 就是说接下来的变化很大 就是说 我为什么刚刚要去讲这几场战争 因为它影响到全世界的 后唱其流嘛 很多东西它就会不一样 我们过去的电力很稳固 我们用的煤炭百分之二十 俄罗斯 天然气百分之十 如果这些东西进来的话 因为现在的政策哦 就是要用 煤炭跟天然气 我是其其以为不可 我认为要用核电啦 那民进党已经执政 他一定锁住这个政策嘛 那你现在 俄罗斯 可我们不能用 所以我们就要去其他地方买 买得来 哦 当然就会比较贵 成本就会增加嘛 哦 现在 全世界因此成本而增加了 就是德国人他最惨啊 他一度电 搞到一百多块啊 哦 他也不能不敢用核电啊 欧洲大家都在用核电 他不太敢 美国日本都在用核电 韩国在用核电 他不敢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联合政府 德国是联合政府 他是内阁制嘛 他里面有立党的成员 立党 他们要求就是 你必须不能用核 不能用核电 啊 他们 因为过去大家对核电 有很多说法 很多误解 都在 那现在全世界的潮流 又开始重视核电 那 当然我小董不是讲我多厉害 我说所以你要去观察 那如果你觉得说 我不用观察 也可以 你就都听小董真心话 我常常会做类似的分析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